兄弟们这次马超玩家的天是真的他 前天博夫马超小郑偶然撞到了博夫点位林峰 此时林峰跟小郑同等级并且经济还落后于小郑 然而接下来林峰撕血反杀满血的操作 瞬间让直播间粉丝瞪大个双眼 要注意林峰当才还是没有反假的 让我们看一下小郑视角 这波小郑到底做错了什么 前天林峰正值手感火热一波连胜冲上了全国37米 要知道林峰一直用的点位一个英雄 打开巅峰排行榜 现在林峰距离前十也只剩最后三把游戏 为了重铸点位荣光林峰果断开冲 然而成功的路上必定不满惊喜 在林峰匹配的时候小郑也在匹配当中 很快两人就在下场巅峰对决中相遇 这把系统把林峰分到了对抗路 林峰本想跟打野换蛋看到两个博服镜 也是直接玩上了对抗路 两个博服镜 我对抗路点位吧 此时有弹幕告诉林峰说对面马超是小郑 妈 我跟小郑对位 对面是小郑 而小郑看到点位是编路后 也是立项极其狂妄的 不是怎么又来编路点位啊 又来 来吧 我看你能打得过我这编路马超不 要撒野的话 我可以给你三分过面 看你一下 要编路那不被我溜着走吗 和平发力到四季后 林峰准备跟小郑单跳 然而队友一直吵架 让林峰的操作出现了很大的瑕疵 作为分炉林峰也是有很大的觉悟 为了赢可以说不择手段 你们两个都是我弟别吵了 你们两个都是我弟别吵了 你们我要赢了呀 别吵了你们两个 我真受不了了 这时对面开始入侵蓝区 林峰顺利抢下了男子 三杀后林峰通过野怪状态 对面马超和守约还在逃走 看到守约在上路露头 林峰过去三步上篮 成功带走守约 小郑过来还想收割 没想到被林峰撕血反杀 两边开始在中路抱团 林峰大放早了 不然能传到海诺身边 这时路纳站了出来 岳塔带走了阿布特 小郑也绕后切死了香香 小郑还想在下路带险 这就被林峰找到了机会 队友在蓝区入侵 成功带走了马超和阿布特 林峰赶紧过去配合队友 拆中一趟 十分钟拿下暴军后 队友在中路抱团 林峰一直在旁边找机会进场 队面完全想不到一个点位 伤害能这么高 太帅了兄弟们太帅了 祝国上级危险时 太帅了兄弟们 爱你们爱你们 拜拜 过了到场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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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拿下比赛胜利 小郑距离巅峰前十更近了一步